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国隆证券突压 Chill Media 联合制作的五市财经摘要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澤翘 看回今天的股市 今天是7月5日 大概11点半左右 看到股市仍然是牛皮 看到上一个交易日 其实港股下跌超过2% 到28,300点这个位置 但今天仍然没有见到一个明显的反弹 看到7月份 7月开头来说 其实市仍然比较利胆 看到现在股市跌了超过39点 其实成交大概只有80多日 其实都比较在预期之中差 因为星期五日的日子跌幅仍然比较大 现在股市仍然是弹不起的 所以我认为要迟多几天才会弹起 因为看到股市最近都比较差 但会不会跌穿28,000点这个位置 我觉得机会率就不是很大 因为其实见到外围 美股甚至道指、纳指 其实都一直在做好的 但一些中概股 一些中概的汽车股 三大汽车股 例如理想、蔚来、小鹏汽车 其实相对来说都是做得比较差 但今天来说 反而一些汽车股有明显的反弹 看到吉里和一些长城汽车 都反弹超过5% 我就不建议大家 在这个时候追入一些汽车股 因为始终暂时来说 都是一个反弹的浪 虽然见到今天有明显的反弹 但其实现在追入的利润 未必是想像之中那么高 反而我喜欢追落下一些股票 大家在汽车股 我觉得都是要忍一忍手 但见到一些光伏股 今天都有少少的反弹 因为其实见到上一个交易日 一些光伏股 例如968和福来特玻璃 其实见到有明显的下跌 主要因为一个新疆的事件 导致美国将一些的 新疆的一些出口股 一些光伏的出口股 列为一个实体清单 影响到全球内地方面的供应 所以见到一些光伏股 虽然今天有明显的反弹 但反弹力度也不太强 我建议大家可以抠一抠 968 见到今天升幅只有2%左右 大家可以在大概15.5%这些位置 小主吸纳 因为始终见到968 其实在股价上 最近来说都有明显的反弹 透过新疆的一个 最近一个禁止 导致股价有明显的滑落跡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最近股价都比较硬 一些 大家可以考虑 福来特波 甚至是光伏股的968 顺耳干能 另外最近一些科技股 看到最近都有一个反弹 但是我叫大家 大家不要想着贪便宜 买入一些科技股 因为最近来说 估额仍然都非常沉重 我比较看好 美团 其实今天都下跌超过4% 到大概290元 还跌穿这个位置 阿里巴巴 甚至是腾讯 仍然都不是做得那么好的 美团的话 我就不建议这个时候买 因为其实今天的跌势 都是比较急的 之前我也说过 大家300多元就可以抠 但是现在的势 其实都不是那么好 我想大家都是观望的态度 因为其实 看到这一只美团的话 今天跌超过5% 不是很尋常的事 因为其实其他一些股 其实都是跌两个多% 所以最近一些科技股 仍然都是浮浮沉沉 没有什么大的起息 所以大家 就对于科技股 其实都不要入住 尤其是快手 1024 看到今天跌穿了一些 主要支持位置 去到超过 去到一些上市 心底去到175元 所以大家对于科技股 我建议大家都是比之质吉 好一点 唯一可以入的话 其实都是抠回一些 传统的一些 手机的一些设备 例如2018 和 順域光 2382 说回瑞星科技 最近都是进入一个调整期 现在去到大约57.7 这些位置 今天都仍然有一个 1%的升幅左右 我建议大家真的可以 大约56元 这些位置 以中长线为主 来部署一下瑞星科技 因为始终它今年就发了 在年季初就发了营起 对于今年的业绩 其实我也投意一个 信心的一票 因为始终最近 它们的股价 反弹得比较好 还有 瑞星科技 虽然你说是调整期 但是 其实相对来说 都比较硬正一点的股价 所以大家可以 在大约55至56元 这些位置 就买入了 最后一只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345 看到维他奶 今天跌超过11% 去到25元 看到都是一年的低位 最近它陷入一个 叫做政治的风波 导致股价 今天有一个 比较大的明显的下跌 这只我建议大家 可以少住去吸力 因为始终一些风波 是随着时间 会慢慢去减退了 所以来说 维他奶 其实中长线来说 我都比较看好一点 因为始终它内地的市场 都比较大 所以来说 对于它的业势来说 我觉得 都有一定支持 所以最近 是趁这些利淡消息 可以建议 真的少住去吸力 那这只 我也有吸力了少少 因为都是一些利淡消息 建议 其实这些利淡消息 也是一个挺好的 一个吸力时机 所以来说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维他奶 三四五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收看 记得like 和subscribe 我们Chill Media的频道 我们之后有更多的资讯 会分享给大家 多谢各位 拜拜